老舊中古施工車故障率高 以及施工車司機離職率高 又請不到司機員的問題 受到議員們高度關心 因此有市議員建議市政府 比較偏遠的郊區 是否可以用小黃公車 來替代施工車載客呢 也可以減少施工車 在偏遠路線上載客的負擔 現在全台灣都在使用的 小黃公車支援偏遠路線 市長你的態度是什麼 台南南投屏東高雄 全台灣都是成功路線 但唯獨基隆市 我們有那麼多山區 那麼多片路線 但前任市府認為不可行 辦不到市長你能夠承擔嗎 是否有機會爭取中央補助 引進小黃公車 那服務偏遠地區的民眾 解決公共運輸不均的 這個狀況發生 像是台中 剛剛我們陳冠宇議員也有提到 像是台中台南高雄屏東 都有小黃公車在服務 對此市長謝國良表示 以往曾經在七堵區事辦過 不過現有時空背景已經不一樣 他會請交通處評估是否再試辦看看 那小黃公車在其他城市有成功的案例 看起來也是挺不錯的 我個人也是覺得如果有這樣的服務 假如這個環境是允許的話 我覺得是正面的 那萬一就是說過去好像曾經在七堵山區 曾經有試辦過 那時候有那時候的時空背景 所以我是會請會後請這個交通處 跟你這邊再保持聯絡一下 小黃公車在其他縣市成功的案例 在基隆在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這些 偏遠地區啊什麼的 假如能夠試辦或許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我們大家客觀來評估看看 另外對於市公車司機離職率高 在各行各業都缺工的情況下 聘請新司機更不容易 更何況基隆市的公車司機 是比照公務人員來聘任 加薪或者調薪有一定的限制 市長謝國良強調 市政府會努力來爭取到更多司機能力資源 如何專案的希望能夠在這個司機 因為大家都在爭取更多的司機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這個蜂巢當中 這個能夠爭取到好的這個司機 這個更多的人力資源 這樣子會讓我們的業務 可以更順利的進行下去 而針對基隆市公車 被看作是社會福利的一環 導致市公車處連年虧損負擔沉重 有市議員也建議市政府 是否應該要召開運價審議委員會 簡單講就是是否應該要依照現況 調整公車票價呢 請問基隆市公車的運價到底多少 我多次跟公車處討論 但公車處只能私底下 像一個被欺負的小孩一般 告訴我說 我們每一段的成本是37塊 每公里的成本是86塊 這件事情已經不是社福堪免費的問題了 因為即便我是在一個成人 我只收他15塊 我仍然有20幾塊 甚至接近30塊的缺口 請問我的運價補貼 到底能不能開始提供 我如果希望其他業者進來 每個業者只會問你 請問我們的運價多少 市長 我們的運價補貼 你會提供嗎 我們的票價審議委員會 也應該要召開 然後好好的 重新的審視 我們公車處 該怎麼樣去減少它的虧損 不是說它要盈利而不欠償虧損 而是你要改變補助模式 才可以讓公車處不要老是被大家針對 市長 我想我們基隆也有營運審議委員會 那基隆市政府是不是也可以召開營運審議委員會 來討論調整公車的補貼 並爭取司機加薪 市政府交通處長則回應表示 預定今年度會委外去評估 明年度會啟動召開會議 公車處的一個運價運能的部分的一個成本 我們會透過委外的部分去評估 就是剛剛特別提到 運價一個差額到底還有多少 我們把它確認以後 那我們預計在明年度 我們會啟動這個俗稱的運價審議委員會 而經過議員們討論後議長同志委也做成決議 市府應於遵守財政機率下 依使用年限加速太舊舊舊有公車 並積極向中央政府爭取補助 第二點 市府應改善監控資訊系統 以提升公車的準點率和營運效率 市府應檢討公車處人力資源 並保障駕駛員的權益 以維持公車之服務品質 第三點 請市府將本市公車入網 營運績效 及未來電動公車充電站做通盤檢討 以作為公車營運改善之參考 以上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我們請市長 主任